哈囉大家 早安 來 先來喝個冰拿鐵好不好 因為我的 我前一陣子因為太熱嘛 所以都喝美式啊 然後 上次買了一罐牛奶 就我都買大的 所以他現在好像還有三分之二的樣子 那如果再不喝呢 可能 就是他會壞掉了 因為一般這種牛奶啊 大家可能會比較 著重在看他的那個 保存期限 這邊這個就是寫到7月17號 可是 一般來說 這個是跟你講說 他未開封的前提之下 這些廠商他跟你保證到 7月17號之前不會壞掉 可是如果你今天開封了 他就是大概 要盡量 快點喝啦 因為你可能每一次這樣打開的一個動作 空氣中會有一些細菌跑進去 然後他就會壞掉 所以 如果你是打開過後 你就盡量不要去管這個 不要去管這個 7月17號 還沒到 怎麼會壞掉 因為你有可能有些人 真的習慣比較不好啊 直接 拿起來對著嘴巴喝啊 這個可能 兩三天就會壞掉了 那我們今天就 既然是要來清庫存 清牛奶庫存 那我乾脆把咖啡豆的庫存也都清了清好了 這個是 前幾天拿出來用的那個 哥斯大利加巴哈 應該剩下一點點 今天打算用18公克的咖啡 3公克 2.9公克 那我們就 接下來用 這個 泥加拉瓜 那因為 我用的杯子其實不小啊 所以我也不會全部用這兩個 烘焙度沒有那麼深的 就放到 11.3克 其他的東西呢 就用我的那個 堅果巧克力配方 把它補滿 那烤涼到 我們有放到 泥加拉瓜 跟 哥斯大利加 這兩個是稍微沒有烘那麼深的 我們就是放 18.6克 就粉稍微少一點 考驗一下自己填壓的 功力好了 其實我今天想要來測試一件事啊 我們之前不是都 之前我不是都裝好粉之後 把它 扣進來這個粉 那個把手嗎 我今天其實想要來測試一下 它的直接接粉 會怎樣 因為 就我所知啦 Eureka 65刀盤這個系列的 磨豆機 它 研磨的 結塊都不會很嚴重 然後也不太會噴粉 除非說有什麼特定的狀況 就是說 你可能裡面有卡了一些什麼異物 它的結塊才會比較嚴重 那我們就來 直接落粉 因為直接落粉 其實有時候 你的磨豆機夠好的話 你可以省掉 用那個 用那個針 你可以省掉這個步驟 這之後再跟大家講 其實之前講過為什麼 那 我們今天就輕鬆一點 對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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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準 欸 我就直接把它放這樣而已 我也沒有去動它 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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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麼誇張 整個 你那個高度 它這麼大 還沒有掉出去 那我們 今天 既然這樣子 我們就不要再 用那個 部分針了 稍微把它剝平 一般來說 我們店家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會寧願花 比較多的錢去買貴一點的摩托機 那因為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每一杯咖啡裡面 我們都省下一個那個布粉的動作 其實像針式布粉器是我比較愛用的 像之前我有拿過那種三講式的 這個其實我個人用過幾次之後 我沒有很愛 因為我發現它有一件 有一個地方會比較不足就是說 它下去布的時候 它其實中間已經稍微有把它壓下去的力量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那種三講式的布粉器 它在剝的地方 只是這個粉的正上方 那有時候我們在拿這種杯子 直接扣下去的時候 你有可能會造成底下的密度不均勻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用針式的 你可以 深的比較進去一點 然後把它整個粉餅重新的布 那 那種三講式的雙講式 它布的粉層就只有正上方 就只有上面一半的那個深度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底下的密度 也有不均勻的話 你用一字式的三講式的這種布粉器 其實它沒有辦法把它布開啦 所以我個人後來都是使用 那種針式的為主 那我們今天就是稍微把它剝平之後 因為我覺得它的結塊 其實沒有很嚴重 然後落粉也都落在中間 我們就直接 來做 粉我有稍微調粗一點 昨天 昨天在喝咖啡的時候 有稍微調粗一點 然後 不管 直接上吧 然後我自己喝拿鐵我都是這樣 杯子裡面先加牛奶 然後丟這裡 如果沖鼠頭夠高的話 我就會這樣做 那如果說沖鼠頭比較低的話 我就先用兩杯接再接過來 其實這個做法 就 比較快速 然後 如果你的 粉沒有亂噴的話 你的粉餅沒有亂噴的話 其實做出來的那個漸層的效果也還不錯 那前一陣子有一種叫做Dirty的 的一個咖啡 其實它跟這個非常像 但是這個不是Dirty Dirty的做法就是說 你底下放牛奶 然後一樣直接這樣萃取進去 可是你不能有冰塊 它要的就是那個上下 上下 就是混合的時候 看起來很髒的那個狀態 通常是沒有在放冰塊 那如果有冰塊的話 我也不知道這叫什麼 反正這就是我現在要喝的 一杯冰咖啡 好 OK 一般來說 我知道我等一下 如果再不補充一點什麼 一定會有人在底下 要問很多的 稀稀怪怪的問題 因為我之前 拍一些做拿鐵的影片 很多人都會在底下問說 你的杯子是多少容量的啊 你的牛奶是放的多少毫升 你的咖啡用多少毫升 其實我跟你講這種東西 你真的不需要有一個標準的比例 你只要大概一個杯子 一個大概300毫升 400毫升也OK 就是300到400中間的一個杯子 然後你把牛奶放到八分滿 牛奶跟冰塊放到八分滿 你剩下的空間拿去放咖啡 其實它都不難喝 對 你們就是要相信自己 不要一直覺得說 網路上的影片做出來的 才是真正的少林正宗 拿鐵咖啡 好不好 其實在家裡面喝拿鐵 其實就是輕鬆就好 不需要說一定要拿一大堆什麼量桶啊 量杯啊 滴管在那邊做 如果要這樣的話 你們就去外面買咖啡就好了啦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